故事嘎嘎精彩喜欢听的 给老弟来个赞 抱拳了啊 你看一怒二孝卫红颜 他的名字叫汉元 汉元呢是在这么2000年 在成都这边的一个夜总会 叫做汉元夜总会 也是当时由这个刘汉投资 给他亲弟弟刘维开着玩的 开着玩的一个夜总会 但是没想到 这个夜总会的生意是特别的火爆 因此就因为这个夜总会 刘汉被当地的一个大姐大 彻底的给张福了 那么这个大姐大是谁呢 听我细细详谈 在这么2000年呢 这个大姐大可以说在这个成都这边 就是说银称外号最独最美 嘎嘎以拉斯老漂亮了 最独最美叫做酒妹 真名叫做叶永梅 你看叶永梅呀 在这么2000年在成都这边 包了很多的娱乐场所 包括这个夜总会呀 KTV呀 棋牌室呀 等等等等 跟他老公做的是风生水起 回首这边 咱讲话来 其他的老板呢 都都叫他给干倒了 因此呢 他这个叶永梅 把他家有一个夜总会 叫做九江夜总会 做的特别的火 这边你看 刘汉跟刘维呀 时不时回到成都的时候 就到这个九江去玩去 九江夜总会玩 你看到这里面一看 跟这个北京天上淫间 那是没法比呀 太刺了 回首 你看 同年2000年的时候 这个刘维帮这个刘汉呢 把这个风谷酒夜 就给收购了嘛 刘汉也答应这个刘维 我给你开家夜总会 就玩啊 九江夜总会太刺了 咱们自己开一家 于是乎开了一家 叫做汉原夜总会 你看 这边开业的时候 呱呱的特别隆重 但是谁都不知道 背后的老板是谁 而且刘汉跟刘维呀 直接从外地整的大长腿 那都嘎嘎一拉是啊 不到半年呢 这生意是特别的火爆 回首这边 叶永梅这一看 这个汉原刚开的时候 叶永梅就调查是谁开的 也没调查出来 回首呢 叶永梅是这个想法 就说这个汉原夜总会 开完以后 我看你 要是生意火爆 我就打压你 要是不火爆 你就自生自灭 没想到这个汉原夜总会 生意是特别的火爆 已经甩这个 九江夜总会几条街了 当时叶永梅就心想 我跟我老公 黄健在这个成都啊 独霸这个娱乐行业 十余年了 我这能咽下这口气吗 不能 但是又不知道 这个汉原夜总会 背后的大佬是谁 那么你看 接下来 这个叶永梅呀 就领了几个兄弟 秘密的就去调查了 都说这个夜总会 大长腿好 自己去看一下 一进去 这么一看 我的妈呀 装修也好 比自己九江好 这大长腿呀 确实好 你看 就秘密的 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把这些大长腿都给挖墙脚 高心给挖过来 这边你看 汉原夜总会 当时这个经理呀 时不时就给这个老板刘伟打电话 说这个老板呢 你看又有几个大长腿 好看的辞职了 因为因为什么什么 刘伟讲话来 辞职就让他们走吧 我有的是 再从这个外地调 但是你看 老是这么调 也就没有多少好看的 你看好看的全来九江这边了 九江这边夜总会 也就特别的火爆 那么你看 就有知情 已经告诉刘伟了 说你这个大长腿好看的 全叫九江给挖墙脚挖去了 刘伟当时火冒三丈 当天晚上领二十多个兄弟 直接来到九江夜总会 直接挨一个包房 先把他的大长腿给抓出来了 一嗷嗷全抓出来 这边你看 老板黄健 直接跟刘伟他们就干起来了 但是不是刘伟他们对手 叭叭成一打趴下了 回手刘伟就告诉这个黄健了 说我是谁呢 我是汉龙集团 刘汉的亲弟弟 我叫刘伟 我开这个夜总会 我就是开着玩的 但是我也要做出名堂 直接甩下话了 不服的来找我 直接就走了 当时你看这个黄健呢 就把电话打给他老婆大姐大 叶永梅 叶永梅当时这一听 直接把电话又打给了成都的阿审 李三哥 就告诉李三哥了 说现在成都这边有个汉原夜总会来 把我九江夜总会砸了 你看我要砸回去 我通知你一下 你能不能把这个事给解决了 当时李三哥这一听 说汉原夜总会谁开的 叶永梅就说着 是刘汉 说这个叶永梅啊 你等一下啊 我不行 我给你们调解一下 你千万别给砸回去啊 那么叶永梅说 你怎么调解啊 这个李三哥说 你等我电话吧 哗他就给挂了 李三哥他怎么调解呀 你说他把电话又打给了刘伟 当时跟刘伟啊 问了一些情况 刘伟就说了 他挖我墙角 你看李三哥又把电话打给叶永梅了 说你错在先啊 人砸你就砸了 人压力你看 你胳膊扭不瘟一大腿就算了吧 但是这个叶永梅的脾气呀 他不能算 他就领着兄弟 给这个刘伟他们砸回去了 那刘伟得知以后 第二回又来到九江 你看直接 当时领着兄弟们 就又给砸了 回首你看 刘伟啊当时拿个五年来 直接给这黄剑当时顶着脑门上了 就告诉黄剑 今天那么给你两个选择啊 第一 一把火 我把你九江叶永费给你了了 第二 三日之内 必须给我黄了 不然下一次 我把你消祸了 当时给这个黄剑下完了 回首 刘伟他们又走了 这边黄剑就给他老婆 叶永梅打电话了 叶永梅 你看这像循环似的 叶永梅又给李三哥打电话 这回害怕了 要求李三哥啊 把这个刘伟调出来 给调解一下 你看当时这个成都这边 阿森部的李三哥就说了 说这个永梅啊 你看我咋给你调解呀 叶永梅当时这一听 这是话里有话里 当天晚上就说了 我跟你见面谈吧 咱们俩想谈 那么第二天 这个李三哥 就把刘伟给邀请出来了 为什么能邀请出来呢 刘伟之前也找过李三哥办过事啊 你看他们就会面了 给他调解了 调解的时候 又那么双方干崩了 这边刘伟始终就不让步 据说你这个九江夜总会 如果再开 我那么维持我原先的想法啊 就什么意思 李三哥 我瞅着李三哥啊 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当时李三哥也无奈 说这个刘伟呀 不行看我面子 今天我看你面子 我来的 但是他九江夜总会 绝对不能再开了 当时你看八八个的江上了 双方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 刘伟这边你看 当时带着银手就吃亏了 吃亏了 刘伟就把电话打给了 他哥刘伟 说我宅哪哪哪 吃亏了 赶紧过来 刘伟当时领着十多个兄弟 唐建宾 廖金和丑德峰啊 当时拿着五连着 也就干过来了 回首巴扎这么一进屋 直接当着这个李三哥的面 直接就给他们怼上了 挂那么毛病了 欺负我弟弟刘伟 这边咱再看 这个叶永梅当时是什么装扮的 脑袋上蒙了一个杀金 若隐若现 叶永梅当时没有害怕 直接走到刘汉跟前 掏出电话 刘汉当时都蒙全了 何其他是怎么回事 说你是谁 叶永梅说 别管我是谁 我叫叶永梅 你认识我吗 刘汉说 不认识 你想干什么 叶永梅说了 你等我打个电话 叶永梅直接把电话 打给了天府立都喜来登 这个五星级大酒店 说我是叶永梅 麻烦给我准备一个上等的包件 晚宴给我准备好 我要与这个汉龙集团的董事长刘汉 共赴晚宴 刘汉当时这一天 直接把五连着就怼他脑门上了 说谁那么要跟你共赴晚宴了 叶永梅直接 你看把这个五连着拿开 把这个包杀呀 就给解开了 当时这么一解开 你看刘汉这么一瞅 直接把五连着放下了 刘伟呀 我看今天晚上的事 也就算了吧 刘伟讲话 哥 算了吧 我跟这个叶永梅 女士 要共赴晚宴 直接把刘汉就给征服了 当天晚上 咱说在这个天府立都 起来当这个八点多钟 跟着吃饭 一吃吃到早上 六点半 刘汉又把电话打给刘伟 说那个兄弟啊 我的亲兄弟刘伟 这边那个汉员夜总会 咱就别干了 啊 就别干了吧 听没听见 刘伟说哥 怎么回事 啊 我 已经被征服了 就在没听了 那是什么事 我